長江 後浪 推前浪 形容人事更迭 新舊替換的準則 但在職棒場上 如果前浪游進 談讓位還太早 後浪又各個生盟有力 年輕就是本錢 那夾在中間的周生代球員 就成為最尷尬的一群 豬員前二零一年新人球季出賽一百零九場 但之後三年加起來只在一軍亮相七十一場 失對外野人才幾幾 剛滿二十九歲的小豬 談到過去三季的處境 忍不住 紅了眼眶 上去都一定要打很好 但是後面就想說 那是快點自己更大的壓力 那當然是要靠隊友的一些支持 對啊 不然會輸不過來 實力不是沒有 缺少的是位置和機會 除了隊友不間斷的鼓勵 要從這高度競爭的環境下 取得一席之地 就代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零一三年只出賽十一場 季外搶著報名參加冬季聯盟 全力揮擊 是這個冬天他最大的收穫 而今年季初 更在前打擊教練菲利普的調教下 重新找回自信 如今不但重返一軍 初賽五十四場 攪出兩成七一打擊率 甚至扛起中心棒次 但這麼一來 小豬又得面對新的課題 中心打線不好扛 期望下次別緊張 五年生涯讓朱元晴對職棒有新的體悟 與其突然大爆發 還不如打得穩定 表現細水長流 才能在這條路走得長長久久 最重要的是 盡力之外 還要享受每一場比賽 華爾特新聞採訪報導